为了更快 更高 更强 运动员们愿意付出什么 天赋 超乎常人的努力 意志力 菲尔普斯 泳坛传奇 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 念出了中国游泳队的身份证号 没错 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 可能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多 2000年环法自行车赛期间 有选手在酒店给自己注射血液 这些血液是他们提前几周 从自己血管内抽出来的 经过处理和冷藏 现在又重新输回自己体内 这就是血液兴奋剂 抽血后 人体会生成更多的血液 在比赛前 将抽出的血液再次输回体内 运动员体内的血红蛋白水平 就会大幅增加 红细胞携带氧气 能显著提高运动员的 有氧运动能力 使其运动到极限的时间增加 不出意料 这位车手在比赛中表现神勇 一举夺冠 他就是曾经的环法器冠王 兰斯·阿姆斯特朗 他在十余年的职业生涯中 顺利通过500多次的要剪 直到多年后 才终于承认自己使用过兴奋剂 对于运动员而言 在已经逼近期限的时刻 任何能争分夺秒的外挂 都充满了诱惑 2011年 1200多名运动员 接受了匿名调查 44%的运动员承认使用兴奋剂 而只有1%到2%的运动员 检测结果呈现阳性 大量的运动员逃过了检测 而有专家估测 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可能更多 在竞技体育领域 兴奋剂是指一些药物或方法 改变人体的生理状态 来提高运动员的竞技水平 成为禁药需要满足三校条件中的两项 有潜在增强运动成绩的效果 有害运动员健康 有悖于体育精神 你最熟悉的兴奋剂可能是咖啡因 作为刺激剂的一种 它刺激多巴胺 减少运动员的疲劳感 增加肌肉的收缩力量 也适合在耐力项目中 让有限的糖原维持更长的功能时间 是田径棒球运动员的最爱 不过 咖啡因早已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 要达到精药的标准 运动员需要在两三小时内 连干八杯咖啡或者红牛 β阻断剂可以降低心率 并有强烈的放松作用 可以防止肌肉颤抖 在需要极其精准度与集中力的运动中 最为常见 比如射击、斯诺克、高尔夫等 人类生长激素 可以使运动员的冲刺能力增加4% 对于顶尖的运动员来说 生长激素可以让运动员的速度 每10秒提高0.1秒 而它在兴奋剂检测中非常困难 因为人体本身就有生长激素 无论是尿碱或者血碱 都很难分辨出生长激素 是自身产生还是通过注射而来的 绝大多数兴奋剂对运动员的身体损伤 几乎是不可逆的 比如肋固醇 它的副作用包括肾功能衰竭 对大脑也有极大的损伤 但它仍然是健身房的常客 也是举重、铁人三项运动员的最爱 因为它能增加蛋白质 从而促进肌肉细胞的生长 增加肌肉强度 其实 兴奋剂在体育竞技中的使用 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 时至今日 兴奋剂的检测方式 仍然远远落后于兴奋剂的开发 而且非常多的兴奋剂检测起来极为困难 很多运动员因为独特的身体条件 比如多动症 注意力缺陷等 可以服用被禁的兴奋剂 作为自身疾病的治疗手段 相比于艺术圈 甚至日常生活 人们更难以接受兴奋剂 在竞技体育领域的使用 然而 无论是从界定 检测 甚至监管 都无法避免大量的运动员仍然在某种程度上使用兴奋剂 不少人提出 既然无法做到干净体育 那为何不放开 让运动员们自由使用兴奋剂呢 一项自称是未来奥林匹克的增强竞赛 也应运而生 有不少奥运选手也未知站台 据其创始人说 非常多的运动员私下使用兴奋剂打破了世界纪录 也向他表示过 想要参加这项增强赛事 而目前为止 还很少有人愿意公开这一意愿 困扰竞技体育多年的兴奋剂难题 真的有解法吗 体育竞技中有绝对的公平吗